2022年上半年发布的骁龙8阵1机型 由于处理器表现的不那么理想 大家对于下半年改由台积电代工的 骁龙8plus机型充满了期待 并且性能相比较于骁龙8阵1 也确实有提升 本期内容的主角 咱们就来看一看 搭载了骁龙8plus处理器的 Redmi K50至尊版 它的表现怎么样 这也是目前主流旗舰当中 比较晚发布的了 看一看它的调教如何 外观方面 这款手机的样式 想必大家不会陌生 和自家此前发布的K50和K50 Pro 是有着明显的区别 感觉就不是一个系列 反倒是和隔壁某数字系列颇为相似 本次Redmi K50至尊版 提供三个配色 这里为你展示的是冰蓝色 作为K50系列的旗舰产品 至尊版追求更和谐的整体视觉 以及更精致的机身细节 机身背部采用了 AG磨砂工艺的玻璃材质 相对不容易沾人指纹 并且两侧是曲面设计 手掌握持很舒适 边框部分没有天线开孔 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意思 来看上下边框的部分 这台机器采用的是立体声 双扬声器 不是在对称的位置上 横屏玩游戏的时候会遮挡一边 重量方面实测207g 拿在手里感觉还行 到了2022年的下半年 我们逐渐开始习惯200克以上的重量了 手机厚度来到8.96毫米 摄像头凸起1.72毫米 机身不算薄 摄像头凸起的程度算是可以接受 屏幕方面 K50之尊版 采用了6.67英寸的2712×1220柔性OLED直屏 这块屏幕的分辨率是比较特殊的 一会咱们再详细聊 官方参数是支持12比特色深 并且支持1920Hz的PWM调光 能够改善低亮度的屏闪 实测屏占比达到88.37% 显然直屏机型在屏占比方面是不占优势的 屏幕的亮度方面 手动最高亮度562 自动最高亮度933 表现都是不错的 从官方消息来看 这款1.5K的屏幕 并不是直接采购现成的 而是Redmi和屏幕厂商联合研发的结果 Redmi也表示做1.5K的屏幕 并不是冲动的决定 今后将会继续长期使用 并且继续研发改良迭代 未来将会搭载在更多的产品上 所以这块屏幕的表现 就更值得我们关注了 主体观感的细腻程度还是不错的 并不会有明显的像素感颗粒感 而且1920Hz的高频PWM调光 更加护眼 其实是否是2K屏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理解官方的好心好意 为我们在清晰度和功耗之间 去找了一个平衡点 当然很多消费者的心理 仍然是我可以不用 但是你一定要有 任何一个新产品的新事物 要被大众观点所接受 往往需要一段时间 看完屏幕参数 再来看一看Redmi K50之尊版的视听表现 第一眼看上去 Redmi的画面相比较于iPhone 对比度要更高 由此也带来了暗部的部分细节的丢失 高光处的细节还原 也要稍逊于iPhone 来到桥头场景的时候 情况有所变化 两台手机的画面惊人的相似 颜色 名和细节都很难看出差别了 声音部分 这两台手机都很红亮 Redmi的中低频不是很足 完全被透亮的高音 抢走了人耳的关注点 相比之下 iPhone的中低频会更足一点 给人不错的密度感 当然高频部分不如Redmi那么抓耳朵 不知道你更喜欢谁的声音呢 处理器部分 骁龙8PLUS GEN1升级为了台积电的4nm新工艺 搭配满血版的LPDDR5内存 和UFS3.1高速闪存 这是一道经典的组合了 针对游戏的需求 K50至尊版具有增强性能模式 在保持原画质的基础上 不会降低分辨率 并进一步开放温控限制 来保证游戏体验 Redmi自研的智能稳真技术 让处理器根据实时负载 做出更精细智能化的调度 降低功耗的同时 去稳定游戏的帧数 理论上说 新工艺搭配超强散热 强强联合 性能上 理应当锦上添花 咱们抓紧来看一下实际的表现 首先跑分 Andro2110万分 相比较上半年机型是高出不少 和目前的骁龙8plus机型 表现基本相当 读取写入测试中 顺序读取表现不错 顺序写入略低一点 随机读取写入表现是常规水准 Jigbench跑分 单核多核表现都不错 在考察显示部分的 3DMark Wildlife测试当中 10613表现也是顶尖旗舰 再看GFXbench测试得分 排名如下 跑分部分整体看来 相比较于上半年的机型 是进步明显 相比较最近发布的8plus机型 是互有胜负 总体是出于顶尖水准的 看完跑分 来看一看实际游戏的情况 在室温27-29度的情况下 开启手机的性能模式 屏幕亮度调节为300nit左右 首先王者荣耀 在极高帧率超高分辨率 开启抗距值 画面总体质量高清的情况下 运行30分钟 测试结束之后 平均帧率是119.1 整个过程一条直线 帧率很稳 测试结束之后正面是43.3 背面42.4 合并精英在HDR高清极限帧率 抗距尺和阴影打开的情况下 运行30分钟 测试结束之后 平均帧率59.6 运行平稳 整体没什么压力 测试结束之后 正面温度39.2 背面温度39.3 比王者荣耀还低不少 最后看原神 手动把所有的选项设置为高 60帧开启抗距尺 运行30分钟 测试结束之后 平均帧率是59.1 这绿图看得很清楚 整体没有大幅度的波动 这个表现还是不错的 本次Redmi的狂暴调校 还是很有效果的 测试结束之后 正面温度45.5 背面43.7 相比较于上半年的很多机型来说 这个温度的控制也还不错 通过PurfDog来监测 原神的输出分辨率 是864×1920 性能部分总结下来 更换了台积电代工的 骁龙8plus震一芯片 加上做足了散热功夫的 K50至尊版 在游戏体验方面确实很稳 功耗发热控制的也有进步 性能的释放也有保障 考虑到它还是直屏 如果你是一个游戏玩家的话 还是可以重点考虑的 本次K50至尊版搭载了 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 和120瓦的快充 实测5分钟充电37% 充到显示100% 花费了18分钟 还是比较快的 从0到捐流充电结束 一共用时21分钟 在续航方面 我们进行网页录像 视频游戏等5项各30分钟 电量是52% 这个表现算是中规中矩 Bademy K50至尊版 虽然是K50系列的旗舰机型 但是并没有像隔壁数字旗舰那样 拥有知名相机厂商的可乐加成 K50至尊版搭载的是 支持OS光学防抖的1亿像素相机 再加上800万的超广角 还有200万的微距镜头 组成的三摄系统 主摄传感器是三星 最新款的HM6传感器 它的表现怎么样 咱们抓紧来看一下 首先是广角样张 第一眼看上去 红米的画面明显是饱和度更高 画面也更亮 而iPhone这边的画面 则是广角端更广一些 来到一倍样张 同样是红米的颜色的饱和度 亮度更高 观感上也确实很讨喜 照片美化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而iPhone这边则更偏真实 偏人眼所见 放大部分来看一下细节 除了颜色之外 清晰度方面基本一致 下面来看一下10倍的样张 红米的清晰度这边就不如iPhone了 颜色上也更加偏蓝 不如iPhone那么接近人眼的观感 当然这里都是默认模式 如果你换作一亿像素的模式来拍摄 那么细节和清晰度都要高很多 总结 Redmi K50至尊版的成像风格 就是人工智能的痕迹比较明显 当然画面的颜色也比较讨喜 省去了你后期调教的过程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作为K50系列的旗舰 K50至尊版和已经发布的 三款K50的手机并不相同 它改用了屏下指纹 采用了支持杜比音效的立体声双扬声器 还有传统异能X周线性马达的手感 还有声音部分表现的都不错 在曲面屏幕大型奇道的今天 还能有一款屏幕素质比较优秀的 定制屏幕的直屏手机 供消费者选择 可以看到Redmi确实还是花费了不少心思的 优秀的散热模组 搭配台积电代工的骁龙8PLUS G1 使得这款手机的基本上 是可以驾驭目前所有的主流戏了 虽然在拍照方面还是少有遗憾 但是毕竟手机刚刚发布 三星全新的传感器也是推出不久 厂商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打磨 如果你希望有这么一款续航过关 充电迅速 而且性能屏幕温度都还不错的直屏手机 那K50的至尊版是重点值得考虑的 如果要给K50至尊版挑挑刺的话 可能就是外观颜值部分 以及手感抽感部分的稍显普通 时间来到8月份 各家的骁龙8PLUS机型可是发的差不多了 不知道在这一众选手当中 你更看好谁呢 好了 这里是科技美学 我是蓝岩 咱们后面详细对比再见